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湾男子拔河对日前参加中国所举办的2018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却因裁判的争议判决让他们坐视金牌,许多网友也为此留言灌报国际拔河总会TWIFT恋书,有网友更爆料,指大会的主要裁判长及一号裁判长等人都是爱尔兰或是北爱尔兰出身。 在爱国情操的主导下,才让台湾队一直被吹黑哨。 台湾男子拔河队在本月10日遇埃尔兰争夺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560公斤级冠军。 在第二局比赛中,埃尔兰虽然已经先有两次犯规,台湾队则只有一次犯规,但比赛过程中,埃尔兰竟故意放省导致台湾队坐地主胜却。 直接判只有一犯的台湾队三犯失去资格,并直接宣布爱尔兰获胜。 引发台湾队教练团及选手表达不满及提出抗议,但主审仁坚持不改判。 总裁判长裁判主任也无动于衷。 此事传开后引发外界批评。 许多网友也都质疑裁判不公,其中也有网友质疑裁判的出身可疑。 GNOW NEWS报道指出,有网友爆料,只包含大会主要裁判长William George 等人都是爱尔兰或是北爱尔兰出身。 就连PAT MCGOL等一号裁判也都是爱尔兰人。 质疑台湾队不是实力不足,而是不敌裁判的爱国情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